謝謝主席 我們請署長 請沈署長 陳偉你好 署長好 署長 在上個禮拜吧 10月24號開的這個 你們環境差異分析吧 有沒有中科試騎的 現在你覺得怎麼樣 還可以繼續開這個會嗎 是的 已經被最高行政法院撤銷這個 行政法院的判決書講得很清楚 它是裡面對於裡面分析 特別提出來說 它的所有的判決跟環評無關 而是針對區域計畫法的實用性 那現在還要再繼續上訴嘛 對不對 是的 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如果在這個期間 你們也可以開始再做 無關 你剛剛講無關 那可以再繼續評是吧 是的 繼續開是吧 是的 那主席裁決是什麼 那天的主席裁決是什麼 他如果主席是有些資料 還不夠完整的部分 請他們繼續補件 就是說你們繼續要 要開下去就對了 因為環評的法就是 他送來我們就是受理 因為環評是把事情弄清楚 大家不清楚的部分把它弄清楚 在台灣齁 每一次都為了這個環評在爭議 不管是美麗灣 賣寮的4.6、4.7 還有一些地方的環評 你覺得我們台灣的環評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台灣這麼小 你們什麼法都抄美國 那你這樣子 我們就是因為你們抄美國 所以出了問題 所以你美國他 你管理一個加州就幾個台灣大 對不對 你現在把我們的縣當做州嘛 當做他們的州 他們的聯邦政府跟州政府 他們可以執行得了 可是我們的法 這樣子定的話 恐怕就是引起這麼多的紛爭 對 像您報告 原因就是說 美國的環評法 沒有讓環保署去做否決權 而是讓開發待會的目的使用權 納入它的綜合考量 美國的環評法 因為沒有讓環保署去做否決權 所以他們的權力全部在州政府嘛 對不對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在政府的目的使用 看是哪一個儲管機關 核准那個案子 好 是 但你們有沒有覺得台灣 什麼什麼地方需要修改 環評的這個 我想 整個程序 台大 還有環評委員的 我想以前的政府委員 葉俊榮教授 他其實做了一個調查研究報告 他做了很好的建議 他就說應該回歸美國的制度 美國制度怎麼樣 中央地方發分職權 不是 就是 因為環評的意義 就在永續發展前 讓經濟社會環保 三面做一個均衡的考量 而不是只考一個環保 現在 只考慮經濟 現在 也不是考慮社會 而是三面的均衡考量 那只有目的使用 在核准的案子的時候 把這個做均衡考量 現在我們地方的能力 可能只要管垃圾 管環境污染嘛 對不對 環境 那你中央現在 把環評 0.1公頃以上的全部收回中央嘛 再處理嘛 也不是 這樣嘛 也不是 那就要看這個案子 它是 就要核准的單位 就要核准的單位 如果縣政府核准 就由縣政府來組織環境的審查 對啊 那像財東的這個案子呢 美麗的這個案子 是怎麼搞的 因為 所以在地方就有辦法 他們虛報這個 這個 工程數嘛 他把它認為0.9 0.9公頃 不超過1公頃 對不對 他就可以這樣搞啊 其實 其實他是7公頃耶 那你們也管不了啊 所以 你們管不了你的火車錢在哪裡呢 呃 所以 當時在96年 那時候是民進黨時代的時候 就已經發現這問題 然後也要他停工 好 96年到97年的時候 就要他停工 所以他補作 是中央要他停工嗎 所以 中央有下了一家 因為是環保團體 發現這個問題之後 有報道這個 陳勤到中央 那後來 然後那個陳建廷現場 還是這樣忙幹啊 不是 停工了 那時候停工了 所以他們補作環評 那現在他們還是規避這個環評 他補作環評 沒有他補作環評 他還在 他停下來補作環評 他建造許可 他還是照從頭來照照花 所以這個時候 這邊平定說 不是 那個時候你要拆他的時候 那個時候 民進黨政府最好拆的時候 那時候沒去拆就是措施兩點 你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又又歸到前朝 是這樣子 因為那個時候他沒做環評 完全沒有 完全沒做環評 完全沒有做環評 完全沒有做環評的時候 就是致死無效的一個建造 那時候就可以拆他 你都沒有責任 但是後來他重做環評之後 就不是致死無效 我現在在問你啊 難道你都沒有責任嗎 你都歸到前朝 你現在都沒有責任 那個時候猜不了 現在也猜不了 是不是這樣 不是那時候猜得了 現在猜不了 你說那個時候沒有猜 所以你 你現在猜不了 那時候措施兩點 我給你報告 那個時候是他不做環評 那你的公權力在哪裡 致死無效 公權力就是 就是要 那時候可以拆 但是那時候民進黨政府 也沒叫他拆 你怎麼知道那個時候 沒有叫他拆 沒叫他拆 我跟你講 我們很明確 你們齒一草 你們現在是誰在執政 你們就要開始在 在做你們的工作 但是你不能說 那時候沒做的事情 說現在不能做的事情 說非要做不可 那是你們的能力不夠啊 欸 你們中央 你說你中央可以管 可以監督 你要仿造美國 因為沒有仿造美國 所以今天變成這樣子 所以法的問題 好啦 那你署長 你覺得要怎麼改嗎 你們才管得了 才可以處理 你覺得這個 我向你報告 對我向你報告 影響評估最重要的意義 最重要的意義 是讓事實要呈現 讓民眾要參與 這兩個是在美國很重要的兩個 對啊對啊 民眾參與你中央市集 有沒有 把事實搞清楚 中央市集民眾 現在照理講 你照你的法規 應該是 你要改變那個用途 對不對 你現在變成精密工業嘛 對不對 那這個之前 應該就要讓這些 這些土地的所有人 要再 要再 讓他們 問他們 要不要買回去 然後 同樣的價錢買回去 然後再來 區域計劃法 再來改變嘛 那你跟那個 所以就不是環評的問題了 兩個全部都說 環評一定過 外界誤會一件事情 以為司法院這個判決 這個撤銷這個許可 是環保跟經濟的爭議 這是錯誤的說法 根本是經濟內部的一個 資源有效利用的爭議 而不是環保經濟的爭議 資源有效利用爭議 好啦 你說 你從面板的這個工業區 要改為精密工業 是不是縮小 縮小之後 是不是要重新提計劃 對 我對我有說 你不會讓我問我 如果不dag 你的鬥 手 我 你不會讓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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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